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算机的综合能力 因为计算机它肯定会知道 李世时 古力等等 十月科节的这种成命类的棋手 对不对 但是它可能对韩依州的棋谱 它是不太了解的 对吧 因为这些年轻的小将 它毕竟还在一个成长的过程 所以这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考验 这个计算机的综合能力 在它遇到陌生的对手的时候 它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 我们都知道最早以前 我们心目中的围棋的绝顶高手 李昌浩就是以前出道的时候 就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对陌生的棋手胜率不高 是吧 最早以前第一次 跟我们的车哲武车老师下的时候 就输给车哲武 还有一天计计他也是 就是他在前期的时候 经常输给陌生的棋手 在李昌浩那个年代 当他把你摸透了以后 你就很难赢他 因为那时候 我们知道李昌浩是绝对的 当之无愧的王者 现在就考验看看计算机 对到潘一舟这类 没有什么特别大知名度的棋手的时候 它是怎么去处理的 好 我们现在摆到第二十手 然后可以棋 现在就是这个开局 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少见的 非常少见的开局 像这个挂脚的时候 突然间往这边去挂 本身就比较少见 像这样的话呢 就是也很难判断 黑漆漆去巩固这块的实地 但白漆这边得到一点 这我暂时看 我觉得差不太多 两分局面是吧 但是黑漆实在这两部冲 我不太认同 这两部冲呢 让白漆这个下方啊 编得太厚了 本来我觉得这个里面呢 应该是有点味道的 两部冲本身 其实没得到什么东西 将来梅还能跑 还可以尝出来 而且得到所得太少 但是把这个味道给卖尽了 我个人感觉是不太便宜 这盘棋其实 下的时候 韩艺舟未必知道 它就是机器 很有可能是当 因为这是前几盘棋嘛 很有可能当一位 普通棋手来下的 那是有可能 对 知道机器的话 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你本来以为就是一个网上的人 那就有时候随便一下一下 对吧 但是如果知道是这个 顶级的这个计算机的话 其实我的下方 精神状态是不一样 绷得会更紧 现在是到这 对 上方也是一个简单的定式 MASTER在选这个定式的时候 邹老师你觉得它有什么 那种风格吗 或者是它有什么思路吗 基本没什么大的变化 我还是觉得它 它还是下了更像人类的围棋 只有说一些特定的场合 还有一些判断上面 跟职业高手不一样 也许它的判断能力更强 所以你会觉得它有些下法 给你带来一些启发 但大部分 百分之七八十 它用的还是我们职业高手 这一类的计算术 这方面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 那基于大数据嘛 还是数据搜索进去 就是这些 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说我们人类的围棋 发展到现在 就是很多的计算术 还是对的 如果你确实是下得很差的话 这计算机器也不会用 它大部分在用你的战术 就说明你还是下得很 还是不错的 它至少是得到它的认可了 对吧 它才会这么下 对 它也是从这儿学的 这儿是调起战斗了吧 这也没有 它就是交换一下 然后可以把这个头给搬过来 交换一下 让你这个地方平成一个软头 对 我就想把这个搬过来 本身那个地方是没有棋的 接着一下 然后这个黑棋受不了了 黑棋决定要反击出来 但是这反击是反击 这上面被搬一下也是受了很大的刺激 真的是 挺难看的一个器材 你只能粘在这 你粘在这 这边是黑棋找到一点心理的安慰 这边能够先手把白棋给压破一下 对 黑棋飞出来 好 再压 压一下 正常的电 把这个 时空 会 飞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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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白棋 是这一串 你可以看到 虽然黑棋这个份额的发力 将白棋给断掉 但是走了这的时候 你会发现 黑棋其实没有对白棋产生什么任何的进攻 所得也几乎没有 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是黑棋的空 白棋现在连上以后 白棋中央还形成一个一定的潜力 因为黑棋这个地方味道还有点怪 所以这一战来讲的话 应该白棋是明显转 当然我觉得不能说这盘棋 马斯特下来有多么的精彩 还是觉得就是说韩亦州这盘棋发挥不是特别理想 这也是有可能 他一开始并不知道这是个机器 或者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棋手 他的态度不一样 导致他的发挥可能会有点出入 那下来这的话 这个棋其实是明显 白棋已经进入一个敏鲜的一个状况 就下来这里是吧 对 其实这盘棋它下的也是手术比较少 所以比较少 它关键的原因 它一个是可能专注度不太够 就是不太刚刚讲过 就不太重视 还有一个呢 它出了勺子 那它大概是从哪里开始 就是导致他失败的呢 先讲 这个冲两下应该是大输手 我觉得这两下应该是不便宜的 然后从这个地方压出来 这个思路不太对 有点方向有点腻了 扳一下尝试这个压 我觉得不能压了 就可以不走 扳一下不走 然后从这边去走 要比实战好 这个冲就压过来 现在拱了一串以后 几乎没有掌目 全在帮白棋走棋 这个是失败的根源 而且被白棋这个搬到这儿以后 只能粘回来 这个棋形也非常热 走了这时候 它又不愿意尝了 觉得这么尝过去太被动 但是这边扳一下就太难受了 所以这个整体的黑棋的思路 稍微不太连贯 黑棋思路不太连贯 两头都想围 这边一个形式 老想围 围那边就伤及这边 所以两头打架 这个就有背棋里了 我们来看看它 其实它下了没几手 就要认输了 它就是这步棋 应该是打勺了 打勺了 正常应该走在这儿吧 我觉得 正常走在这儿 但是这样我看也不太够 这样估计也是盘面胜浮的样子 贴物也贴不出来 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 盘面胜浮其实挺大的差距了 六七木齐很大的差距了 这样估计也翻不了盘 你要跟人下 可能它有时候还出昏招 计算机它基本不出昏招 对 非常少 它实战走这个其实就结束了 为什么呢 它一拐 这个地方明显有冲断有靠断 你必须得连 对吧 它实战一断 对 下面有个断 断完以后 一立这期就只能是 到这儿就只能认输了 对 为什么呢 你要接着走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这个白旗这个斑是先手 这有个打吃 你要防 你等这就切断 这一串就没了 所以下来这的时候 这就 像说我无以为继了 就没法下 就没有看到这个拐 对 下来这的时候 就是无以为继 只能认了 要么这个被吃 要么这一斑一断 一断也是死 所以就下不动 就人类经常是有时候看不见 但是机器 只要有手段 它一般都不会漏掉 对 它毕竟那不是人的脑袋 它没有看花眼的地方 那这盘棋呢 韩英州也是 就是这打扫完了以后 就草草的认输了 对 这盘韩英州 确实是发挥不太理想 那周老师跟我们讲 大概就是它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下得不太好 导致这个局面 是本来是落后个天幕左右 但是呢 因为这打了一个勺 那就立马就不能下了 它就认输了 好 我们今天就摆到这里 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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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